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段苏全在红军中年仅十八九成为了独立师的政委 在军中有如此优秀能力的 恐怕只有寥寥几人可与之相比 段苏全所在的军团 在1934年遭到国民党的围攻 一路上占有死伤无数 段苏全和师长一起带领一个师 去吸引敌军的猛烈活力 这次的战争让他身负重伤 脚裸被子弹击碎 失去了行走能力 迫不得已之下 只能让他回家乡静养 后来在1937年的时候 他已经脱离了部队三年之久 在同年九月 他打听到部队的位置后 打算继续来到部队进行革命 再回到部队后来到林彪带领的四野 担任纵队司令 在新中国成立后 又担任了东北空军司令 便是这样一位将领在1955年的授贤仪式上 仅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而他之前的搭档和手下的人 基本上最低都是中将啊 对于他的最终审核 并不是因为他资历问题 而是因为他脱党三年 历史问题遗留不清 才只被授予少将 可以说 段苏全的一生 都是在委屈中度过的 在1955年通知他参加国庆典礼的时候 他一把扯下自己的肩章 表示这个典礼若若参加 而且这个东西我也不带 从此之后 他再也没带过肩章穿过军装 哪怕是去世后穿的 也算普通的中山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